根據《西遊記》這個故事背景 去做的一個遊戲 黑神話悟空 然後你去酸他 西方國家 西方國家的玩家難以消化 你有病啊 魔戒啊 哈利波特啊 請問你台灣人是不是難消化 你有覺得你難消化嗎 你還不是看得很爽 那你知道那個魔戒的故事在講什麼嗎 你一開始也不知道啊 你看了不就知道了 你怎麼都沒有難消化 人家西方人就難消化 你是西方人哦 西方人告訴你哦 真無聊 雞蛋裡挑骨頭 這麼喜歡中國遊戲就滾出台灣 我的天啊 我是覺得這些台派 挺台派 已經把自己的世界活得越來越小 難怪人家笑台灣這些人叫井底之蛙 人家做出一個屌的遊戲 然後大家玩得很開心 然後你就你就在那裡不爽 這麼喜歡中國遊戲就滾出台灣 這位挺台灣這位網友 你家從所有用的吃的穿的買的所有的東西 你家的家電用品沒有一樣是Made in China的 沒有一樣跟中國沒有關係的嗎 檢查哦 你如果有用的話 麻煩你滾出台灣 你看這個就是在Thread上面 Tray上面的一個留言啊 就很多這個台灣的你看他的這個 這個這個 叫什麼說圖也是挺台灣 這麼喜歡 這麼喜歡中國遊戲就滾出台灣 我的天啊 我是覺得這些台派挺台派 已經把自己的世界活得越來越小了 難怪人家笑台灣這些人叫井底之蛙 人家做出一個屌的遊戲 然後大家玩得很開心 然後你就你就在那裡不爽 這麼喜歡中國遊戲就滾出台灣 這位挺台灣這位網友 你家從所有用的吃的穿的買的所有的東西 你家的家電用品 沒有一樣是Made in China的 沒有一樣跟中國沒有關係的嗎 檢查哦 你如果有用的話 麻煩你滾出台灣 如果大家都用這個標準 那台灣沒人了 抱歉 今天的中國大陸是事實上 他就是在全球的產業鏈 占有這麼重要的一個地位 如果今天用了任何跟中國有關的東西 就要滾出台灣的話 台灣沒有人了啦 因為民進黨的那些人 早就不知道滾出台灣幾次 他們出了幾次包啊 這個無人機展之前也是說 哪一個東西是Made in Taiwan的 然後那個軍方裡面用的什麼東西 也是Made in Taiwan的 這也 不是Made in China的 我都講錯了 無人機也是Made in China的 然後軍方用的什麼通訊的東西 也是Made in China的 一堆東西都是中國大陸製的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 民進黨也要滾出台灣啊 那張台灣還不錯喔 你用這個標準 只要用中國的東西都滾出台灣 台灣沒有人了啦 你自己也要滾出台灣了啦 好不好 真的很無聊耶 動不動就滾出台灣 還有那種 動不動就把健保卡剪掉 這是有沒有病啊 很多很多人 就是塔律班 動不動叫人家滾出台灣 要不然就動不動叫人家剪掉健保卡 滾出台灣的部分我剛剛已經diss 啊 減掉健保卡 包括上次叫那個翁曉玲委員 也是減掉健保卡啊之類的 滾出台灣 我就講啊 還有我柳杰克也很多網友就說 你怎麼不滾出台灣 怎麼不減掉健保卡 我們每個月都要繳健保費 啊我繳健保費 費率還是比較高的 請問你們這些網路酸民 你用的健保費這麼低 啊為什麼你能用健保費這麼低 還不是我們繳那麼高的健保費 去cover你們 我滾出台灣 你就沒有健保用了啦 你好笑這些臭塔律班 很多時候這些網路酸民 隔著這個鍵盤 在這裡打字 都自以為自己是上帝 你真的把他扒出來 在現實生活就是個魯蛇 我就是講你塔律班 魯蛇 你就是魯蛇 啊好我講完了 替翁曉玲委員 就是出一口惡氣 好來 這個是PTT的 三粒酸黑物工的新聞被沿上了 好來這個是三粒 他說中國國產遊戲悟空上架 被酸西方玩家難消化 黑神話悟空細節多 遭質疑玩家恐難發現彩蛋 你有病啊 他就是一個 根據西游記這個故事背景 去做的一個遊戲黑神話悟空 然後你去酸他西方國家 西方國家的玩家難以消化 你有病啊 如果今天人家西方做了一個以西方故事 什麼希臘羅馬什麼神話故事 為背景的一個遊戲 那些什麼希臘神話的那種故事背景 你是能夠消化 你是能夠get到其中之美嗎 這不是一樣的意思 大家各有各文化 各有各的受眾嘛 今天本來就是他針對全球華人 開發了一場遊戲 那如果西方的玩家也喜歡 覺得這個遊戲很好玩 那他自然可以去多多了解 哦原來這個西游記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那這個叫做文化輸出嘛 他是更多的 他讓更多的人能夠知道 借著這個遊戲去了解到這個中華的文化嘛 但是說你說這個 他因為黑神話悟空 讓西方玩家難消化 這個叫做雞蛋裡挑骨頭 哦雞蛋裡挑骨頭 請問一下 好萊塢他拍的這個影片 哦人家拍的這個電影 哦都是以那個西方故事為背景的 哦或者是那種自己創一個什麼神話故事啊 哦比如說什麼 魔戒啊哈利波特啊 啊請問你你你台灣人是不是難消化 你有覺得你難消化嗎 哦你還不是看得很爽 那你知道那個魔戒故事在講什麼嗎 你一開始也不知道啊 你看了不就知道了 你怎麼都沒有難消化 啊人家西方人就難消化 你是西方人哦 西方人告訴你哦 真無聊 雞蛋裡挑骨頭哦 所以呢這個時候 哦 啊PTT的網友啊就開始diss啦啊 三立這次的評論黑悟空引用 ing文化輸出踢到鐵板 戰跟道戰的比例是1比8哦 噁心至極的三立啊 Steam在線人數已經突破 突破200多萬了啊 他顯然他就是一個很強的遊戲嘛 你三立這樣黑網友也 大家有眼睛都看得出來 他就是一款很厲害的遊戲 不管在這個整個遊戲製作品質上 畫面表現上面 還有受歡迎的程度上 包括這個遊戲要有一個內涵 他隱藏著這文化內涵上 都是很厲害的遊戲 數字上已經證明了一切 你在那裡硬酸啊 網友也不買單啊好不好啊 噁心至極的三立啊 結果你三立居然選用遊戲評論的一句話 文化輸出不利 要向西天取經的標題 試圖打翻整個遊戲製作組的努力 噢 這麼傲慢的評論 就是個笑話 玩遊戲先要跟你解釋歷史嗎 我們玩戰神刺客膠條的時候 有要求你解釋嗎 對啊 你在看那個Lord of Ring魔戒的時候 有先去讀他的小說嗎 你再去看這個電影嗎 沒有嘛 你還不是看得很爽 看了就知道原來他別人這麼矮 不是一樣嗎 奇怪了 你自己還不是在那裡看得很爽 人家西方的文化也都傳播給你 你也沒有什麼困難啊 那人家今天用一個黑神話悟空 這麼厲害的遊戲 他其實是利於傳播中華文化的 這個時候你就開始挑他的骨頭了 你要先跟西方人去解釋啊 誰跟你先解釋啊 他玩得爽了 他自然會深入去了解嘛 你看哈利波特的電影之前 你有先去讀哈利波特的小說嗎 真的是有病耶 難道哈利波特的那個製作團隊 他要先 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小說故事是怎麼樣嗎 神經病 好來 製作人怎麼了 繼續悟空 好繼續 來我繼續 第十黑悟空啊 因為我們今天那個現在500多人在線上了 好 你之前那麼多的評論 大家不愛看 大家喜歡看你打電動 好大家喜歡看我打電動 好OK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今天晚上 我就要玩一下黑神話悟空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我第一天 玩黑神話悟空的這個情況 我今天玩了 我第一天玩黑神話悟空 首先遇到幾個困難點就是 我我也跟大家科普一下 如果大家要玩的玩家就是 不要遇到我這樣子的問題 盡量跳過 就是說你的這個電腦的這個配置 一定要夠高 因為我用我的這個筆電玩 我是兩年多前的筆電 我的顯卡 顯示卡 是NVIDIA 然後他的 好像是2070的 已經比較舊的版本了 所以我在跑那個畫面的時候 那他真的會比較Lag 所以你就必須要在遊戲的設置裡面 調低他的那個什麼解析度 畫的那個畫那個畫面的細膩度 不然他很吃效能 所以我就一直調低 我一開始玩的時候 就那個網路的留言 因為我還要串流 尤其是我們直播主 我們不但不是單玩遊戲 我們還要串流出去 他又會吃效能 所以我在玩的時候就會比較Lag 然後那個網路評論區就一直說 你是在做什麼換燈片嗎 一針一針又一針的 一直在diss我 那我也沒辦法 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一直調 我最後把他效能調低到 就是遊戲可以比較順跑 那後來我才知道 如果你真的要玩這個遊戲 要兼顧這個順暢度跟畫面感的話 你的這個顯卡 4070以上 NVIDIA 4070以上的顯卡去跑 就好像我昨天去光華商場買了一個新的筆電 但是因為我黑悟空還沒灌在那個新的筆電裡面 那我新的筆電我就是用 4070 我就是用4070的這個顯卡 然後來那個 好來等一下我來放一下 我就是用4070的顯卡 來跑 所以相信我之後用新的筆電來玩 應該會跑的比較順暢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說 你在玩這個黑神話悟空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這個搖桿 因為你如果用 就每個人的習慣 我只是講我個人 因為你用那個鍵盤的話 你要控制這樣其實不太順 你要邊按邊跑 所以你還是要買一個那個搖桿 我馬上上網去訂了搖桿 昨天到貨 我今天晚上直播 我就用搖桿玩 然後就來試試看 我會不會玩的更順暢 然後因為呢我的電腦比較舊 然後我第一次玩的時候是用滑 那個鍵盤 所以呢我的操作性就比較弱 導致大家覺得我手很笨 年紀很大 劫傑哥年紀大的手很笨 我在玩的擴展裡面 就是一度被小兵給幹掉 這個是一件很丟臉的事 就是被笑死 但是呢就是不經一次不長一智嘛 他裡面遊戲裡面的這個 總是有很多可以發掘的地方 後來就越打越順了 那他遊戲的介面也有成長的介面 你可以去學武功啊 然後慢慢精進啊 我到很好奇 就我大概玩了一個多小時吧 我大概到一個半小時 我到玩了一個小時我才發覺 我累積的那些點數是可以去 練武功的 讓你的這個功力更厲害嘛 會更多招式嘛 那我一直沒有去點啊 所以我都不會新的招式啊 才導致我後來打得越來越不順 所以大家去玩這個遊戲要慢慢發掘 而且他裡面其實有很多功能的啊 然後慢慢去發掘 那你這樣可以讓自己的那個悟空越來越強 不然你就要被小兵幹掉 實在很遜啊 這是其一啦 其二 我也跟那個 觀眾講啊 就是我在這個遊戲 我第一天打的時候 我發覺裡面有一個這個應該是第一關 我還在第一關啊 因為我蔡嬌啊 拍誰啊 第一關裡面有一個這個大頭怪 大頭怪 然後他就是我一開始看 我就覺得他是誰 是小叮噹嗎 然後他就開始走 他應該是我遇到第二個boss吧 那個大頭怪 他就開始走走走 然後我就想 小叮噹你要幹嘛 你要帶我走過來嗎 越走越過來 但是他因為他身體還是有的嘛 只是頭比較大 後來就發覺他就往我急奔 我就開始跑跑跑 然後但沒有辦法他會發大招 就蹦蹦蹦 我被貓兩拳我就死了 後來那個網友就就就就有說 這個這個人叫蘇貞昌 所以我就我就好吧 這個怪物炸頭怪就是蘇貞昌 我今天晚上我的目標 就是要打倒蘇貞昌 一定要打贏他 一定要打贏這個很像蘇貞昌的這個boss 就是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裡面第一關 第一關裡面的第二個還是第三個boss 他長得很像蘇貞昌 我今天晚上我的目標 就是我一定要打贏這個蘇貞昌 然後看看我能不能再往下一關來賣進 所以我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今晚呢會在我自己的頻道 玩這個黑神話悟空 那我今天晚上我就是挑戰蘇貞昌 看看我能夠跟蘇貞昌過幾招 我能不能打贏蘇貞昌好不好 大家下載黑神話悟空也可以看 第一關的第二個還是第三個boss 真的很像蘇貞昌 好來 好啦黑悟空 大概就這樣好不好 還有什麼 你是不是把技術不佳這件事情都推到電腦的效能上 沒有啊我技術不佳是因為我用鍵盤 所以我買的話我買了搖桿 我買搖桿我那個操作的就會順多 你們今晚看我直播嗎 看我玩電腦會比較順一點 而且我今晚還是用舊電腦玩 因為我新電腦還沒安裝 因為新電腦很多東西要弄 我可能周末在用新電腦玩 但我今晚還是用舊電腦先玩玩看 然後你再看我用這個搖桿會不會比較厲害嗎 而且我是新手 還有還有還有我補充一下 我自己不太接 我在想到那個大頭的那個 就是有個網友把他叫蘇貞昌 這個這個暱稱真的蠻貼切的 我在幫那個黑神話悟空推廣台灣市場 這樣所有台灣的玩家就會知道 以後就叫那個大頭的那個BOSS 就叫他蘇貞昌了好不好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臨時會ände過來 這是超級不適合自我